我到在開鏡的時候 跟我們在拍攝的期間 還有我們殺青的殺青球 他都有出席 其實他狀態很放鬆 然後被大家拱著上去台上高歌一曲 別人唱他喜歡唱的歌的時候 他就會大聲的跟他一起合唱 他是一個沒有距離的一個長輩 他很願意把他所有知道的東西跟你分享 跟我沒有碰到以前 想像出來的侯孝賢導演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難怪很多人很喜歡跟他合作 聽到滿正經的 就是希望導演可以好好的 因為他是電影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然後我們很希望他可以一直在拍下去 電影對我來說就是我的人生 都七十幾塊八十 勇敢你喜歡嗎 非常感謝 然後呢 希望我能夠越拍越多 龐白哥報報 家屬證實侯孝賢因病退休 書記說不要打擾他們家人 殘忍他的健康已經在下跌 我不想他會再做更多 英國影人東尼萊恩斯 介紹侯孝賢電影時說出業界公開的秘密 獨立電影網站IndieWire也報了侯島 因為在與失智對抗現已退休不拍片 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2022年為監製的紀錄片 他們在島嶼寫作記者會站臺 你哪裡人 我 台灣人 今年上旬 猴島1989年金氏獎名作《悲情城市重映》 主角梁朝偉非來台灣共襄盛舉 卻不借猴島蹤影大家心裡有敵啊 對不對 他講了一些 哇 有他的一個有沒有 那和尚聽了搞不好就嗯嗯嗯嗯 對不對 侯孝賢兒子證實 即使猴島診斷出阿滋海陌生症 仍積極籌備下一部片 舒蘭和尚尋找和尚 但新冠確診影響病情才停擺 退休座刺客聶影娘主角 也是猴島愛將舒淇表示 路上遇到就跟他打招呼 外界不要打擾他們 他是一個沒有距離的一個長輩 他很願意把他所有知道的東西跟你分享 跟我沒有碰到以前 想像出來的侯孝賢導演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難怪很多人很喜歡跟他合作 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很溫暖的長輩 然後給大家都有很大的能量感 所以希望他一切都好 就連沒合作過的張鈞令都有感 何況有合作過的 我要謝謝侯孝賢導演 帶領我做電影配樂 感謝侯孝賢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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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他的教導 就沒有人站在這裡 世界的有名な侯孝賢監督 自分がofferをしていただける なと思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で 本当に嬉しかったし とても奇跡的なことでした You don't know how we love him in Europe and in France He's a goddess 整個過程呢 只有一個念頭 心甘情願 三立娛樂新聞 祝好報導 Tat r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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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